今天咱们去干了一波大事儿 去巨型吉利福那里因人 现在那个地方挺多人去的 肯定因一个准 开局直接跳 拜托拜托 加油站一定要有武器啊 不然这鱼就钓不成了 出球了 哈哈不错不错 有一把冲锋枪 OK 一定要把这里搜刮干净 就连小手枪都不要给敌人留 你看你看 有个敌人跳下来了 哈哈出来吧 里面没有枪 我这个人比较讲武德 我不打手无寸铁之人 来咱们拼拳 快和我拼拳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我跳起来就是一拳 他不和我拼 那对不起了 我拼你没有机会 也别浪费我的时间 万一一会儿有人来了 把他干掉之后 咱们直接飞上加油站房顶 上来没一会儿 我就听到了滑板的声音 有人踩滑板过来了 等他唤醒的时候再打他 哈哈 看他还在欣赏宠物 等等 他好像没有武器 那这就好玩了 我都不需要阴他 直接下去欺负他 你好坏哦 不许动不许动 不要害怕不要跑 我不打手无寸铁之人 我要和你拼拳 快和我拼拳 这个敌人比刚刚那个敌人 胆子还要小 我追着他锤 他愣是不敢还手 快和我拼拳 不然我就要掏枪了 我数三声 一 二 三 我是你个拐 行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说怪我枪下无强 哈哈 让你不要跑 非不信 接着我继续蹲 快看快看 小吉利福也趴下来了 他也趴下来和我一起赢人 真可爱呀 有没有得爱 但是这局没有人来了 然后下一局我还想要赢 这次来晚了 已经被人给唤醒 小伙伴们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加油站有双不刷巨型宠物 那他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木乃伊宠物 要是皮宠没有的话 可能在学校就有 这个吉利福的话 我只知道加油站有 其他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溜了溜了 去高塔旁边发射信号枪 正好听到有人在前面开枪 直接下车带走他 还要我去 高塔有人 您给我等着 我发射信号枪 拿一把军就完了 风烟填一下包 这个包马肥的 打中一枪 在那空头的时候 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然后高塔人也打我 坏子快走 此地不已久了 臭小子 还快速连打 高塔那个你给我等着 幸亏来的那个人 没有一直盯着我 但是他朝我丢了 臭奶奶烧瓶 嘿嘿 没事 烧不着 哎呀 他又丢了一颗 行 你给我等着 本来不想浪费水晶炸他的 但是你逼我的 准备完蛋吧 直接把他炸出眼皮 轮到你了 小兔崽子 你在毒圈 我看你怎么近 嘿嘿嘿嘿 坐气球下来了 打中一枪 没有关系 他还是要进圈 我今天不卡死你 我就不进圈了 抓住你的吧 小样 现在应该没人能阻止我拿空头了吧 话音未落 山上又来一个 我拿的空头容易吗 我 小终于枪头 这个空头 我还非拿不可了 是一把没空 但是没有八倍镜 这个地方不好 我打算撤回房区 但是不知道对面干啥 他竟然开车直接冲下来 你在干什么啊大哥 咋这么凶呢 过来送快递啊你 随后我找了一个房区 等待下一个圈的刷新 因为这个圈包含龙骑山 不知道会不会刷出去 谁知道一个开棒棒的小伙子迷路了 开上大马路竟然一动不动 在思考人生还是在看地图呢 最后我接着进攻房区 头上这个人身上有两颗爆炸水晶 而我也有两颗 现在是水晶的对决 我先是给他拿了一颗 他也回敬我一颗 两个人都炸中了 我听到他喝圣水的声音 接下来是第二回合 直接控爆 我听到被炸飞了 搞定搞定 最后我进几张三折波竟然没有打过 过来个去竟然一丝血 他应该是打了尾枪头 没打中头就打过了 看一下回放 确实被命中了枪头破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